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频道每天为您带来最新最有趣的娱乐新闻 喜欢请点击订阅 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浪姐二新进一位踢馆选手 陈晓云无缘成团业 皆大欢喜 孙燕姿的旧场太惊喜 破浪二四宫 陈晓云没有被淘汰 饮重份 哈喽小伙伴们 说到陈锋破浪的姐姐二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吧 近期破浪二已经播出到倒计时阶段了 再下一期就是四宫舞台的正式演出 所以在这场之后 顺利晋级的姐姐们 就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重要阶段了 也就是俗称的第五次公演 要知道浪姐二这一季的规则是只有五次公演 所以姐姐们的真实成绩如何 能否进入到最终的成团业阶段 就要看这第五次的公演了 而按照目前来看 虽然四宫的比赛尚未播出 但是淘汰名单早已出炉 被淘汰的姐姐也早已展现出自己被淘汰的迹象了 在网友公开的四宫淘汰名单中 赫然有江应荣 张星宇和袁珊珊的名字 三人中唯独袁珊珊是不出奇的 毕竟实力确实是非常差 还在节目中一直抱怨太苦太累 所以按照观众们的喜好程度 自然是要把这个习惯养尊处优的袁珊珊淘汰的 但是在这些淘汰名单中 大家不能接受的却是张星宇和江应荣 毕竟二人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在第一次公演到第三次公演中 二人的努力都是肉眼可见的 这下被淘汰真的是让人非常遗憾了 而此前袁珊珊生日的时候 在现场也是唯独只有张星宇为她庆生 这也证明二人在节目中迅速积累了感情 虽然在节目中看不出来 但是这次从淘汰名单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看来二人纷纷被淘汰之后 也对彼此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吧 姐姐深情的感情也是让人非常感动了 武功即将开启 陈晓云风品下降可能被淘汰 此外在这三人被淘汰之后 网友们对此却是非常不满意的 因为刚好在四宫进行比赛之前 节目组播出了陈晓云和荣祖儿争执的画面 引发了网友们强烈的谴责和争执 在节目中陈晓云利用自己先哭先有礼的优势 对着荣祖儿责骂 还质疑荣祖儿过于心机 让其当着众人的面唱歌 让其难堪 所以在陈晓云叫先哭泣的情况下 荣祖儿本身是清白坦荡的一方 也为了最后的体面向陈晓云道歉 真的是让无数网友非常愤慨了 毕竟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陈晓云在闹小脾气 但是却要荣祖儿进行道歉 而在荣祖儿忍着脾气先行道歉之后 陈晓云的态度却一直都不是很好 反而有种高高在上不知己错的感觉 所以网友们对陈晓云的怒火就更强烈了 希望节目组赶紧淘汰陈晓云 所以大家看到司工名单没有陈晓云 大家对此都是十分愤慨的 希望在武功的时候淘汰陈晓云 而目前恰讽第五次公演还剩下一天的时间 按照目前网上对陈晓云的这种风评和好感度 估计陈晓云是无缘最后的成团业了 真的是让人无尽唏嘘 网报《破浪2》邀请孙艳兹踢馆 提升节目组风评和好感 而因为陈晓云这件风波的影像 目前网上对《破浪2》的风评是非常差的 不少人都直言不会再看《浪姐2》 也决定给《浪姐2》打低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挽回节目组的风评才是重中之重 网报《浪姐2》目前是邀请了又一位踢馆选手加盟 也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天后歌手孙艳兹 要知道孙艳兹在乐坛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在内宇都是作为导师级别的存在 人气非常高 而且风评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能够加盟《浪姐2》 势必会给《浪姐2》带来非常不错的口碑 也能整体提升节目的level 陈晓云荣祖儿争执祈祷观众 哈喽小伙伴们 说到《乘风破浪的姐姐2》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吧 近期《浪姐2》也是备受争议 再度回到了收视巅峰时期的盛况 关注度真的是非常高了 但是《浪姐2》的这种关注度可并非是良性的 而是因为节目中各位姐姐的争议 才获得了这样高的讨论度和热度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陈晓云和荣祖儿之间的纷争 让很多人都非常无奈 也对陈晓云感到非常失望 要知道陈晓云可是一个 靠着各种综艺出圈的综艺咖 论他是idol 有idol的身材却无idol的技能 论他是运动员 早年又因为自己过分发育的身材 被剃除团队 论他是演员 看着他这张脸又确实很少 能想起他的作品 所以论他是综艺咖 这是很多人给他的头衔和定位了 毕竟陈晓云在自己尚未出圈的时候 和前任于晓彤一起登上了 恋爱综艺观察类节目 在节目中通过各种哭泣 哭闹耍小脾气和于晓彤的幼稚大男子主意 结合在一起产生了非常多的化学反应 所以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度 不得不说陈晓云能有今天的名气 其中也是离不开和于晓彤在一起的捆绑云霄雅 而近期陈晓云却仗着自己的所谓真实 在《浪姐2》中对荣祖儿大闹脾气 在荣祖儿连续说了六次对不起之后 陈晓云更是一个好脸色都没有给荣祖儿 真的是让人非常气愤了 毕竟这件选歌的风波本就是陈晓云过度自信 要求荣祖儿把开场的部分给到自己 而且实力还非常差 在尝试唱歌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哭泣 导致现场氛围十分尴尬 陈晓云让节目组风评急转而下 所以不少人都怒骂陈晓云 是仗着自己谁先哭谁就有道理的优势 这样去压制性格真实大方的荣祖儿 真的是明白着欺负荣祖儿了 所以网友对此也是非常愤怒的 而网友们的这种情绪发酵之后 浪姐儿儿的节目风评也急转而下 网友们纷纷质疑 节目组为何会邀请水平如此低下的陈晓云参加 论她是一个乘风破浪的三十家姐姐 倒不如说她是一个频频无期夜朗自大的综艺咖 和节目中充满正能量的姐姐们相比 陈晓云真的是过于负能量了 也让节目组备受争议 陷入非常难看的境地 而网友们更是期待着陈晓云赶紧在第五次公演的时候被淘汰 毕竟在网上曝光的名单来看 四公的淘汰选手分别是张新宇、江应荣和袁珊珊 也就是说陈晓云还是侥幸到了第五次公演 而偏偏第五次公演尚未开启录制 目前在陈晓云融组而争执舆论的影响下 相信到时候到现场的观众们一定会对陈晓云抱有非常大的偏见的 所以陈晓云到底能否晋级到决赛恐怕也是非常难的了 而在陈晓云影响到风波之后 目前网报节目组为了挽回观众员 邀请了天后孙燕姿进行踢馆 以全新的实力歌手对阵姐姐们 不仅有看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家对浪姐2的好感度 要知道踢馆选手是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提升节目的level的 像以前的杨成林就是 直接让姐姐们的整体水平都提高了一个层次 作用是非常大的 如果孙燕姿加盟 那必然又会上升一个阶级了